第35题,在做电学实验时,老师发给美窑下列材料 1.一个红色的LED灯和一个蓝色的LED灯 2.4颗1.5伏特的干电池 3.素条-2鱼夹的导线 4.一张关于LED灯的规格如右表 老师要求将红色和蓝色LED灯串联在一起 根据规格表,美窑要采用哪一种线路图 才有可能同时点亮两个LED灯装置 那我们看到老师的要求是 我们的红色蓝色LED灯要串联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答案不可能是A 那也不可能是Z 因为这边红色跟蓝色LED灯是并联在一起的 答案只可能是B或C 那么我们的电池的电压是1.5伏特 所以像C选项这样的并联在一起 它的总电压才是1.5伏特 因为并联的时候总电压跟分电压相同 显然跟规格表里面要求 我们的工作电压至少要1.8伏特不合 实际上无法点亮我们的红色LED灯 当然就更不可能点亮蓝色LED灯 所以只有选项B呢 这样把四个串联起来 总电压有6伏特 再分给两个LED灯之后呢 个人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工作电压 因此第35题问我们说 每要采用哪一种线路图 才有可能同时点亮两个LED灯装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